小华 起床了 阳光明媚 快点起床 多多 多多 快起床了 起床 把汤湿三百手贝贝 快点 多多 要滑 吃饭 来了 吃饭了 快 吃饭 这么不够的早餐 荷包蛋 来 这荷包蛋是刚煎出来的 尝一尝 好吃吧 我喝喝 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 好吃吧 笑什么 吃 妈 妈 药华 妈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今天还好吧 你要是工作忙的就不用回来了 不不 那今天就在家里吃晚饭好不好 马蹄坐 别别 来来 来来 我来我来 这饭呢也硬了一点 你爸爸以前做饭的时候 都是做得很软的 他知道我有胃病 妈对不起 我也想烧得软一点 可是您知道我平时不烧的 所以没把握好 我一定改正 是啊 也难为你了 没事的 只要你有孝心 妈吃什么都高兴 吃好了吗 嗯 朵朵啊 赶紧去做功课啊 哦 药华 你还有事啊 哦 没什么事 来 那就吃点荔枝吧 谢谢妈 你爸爸最爱吃这个了 妈 最近每天早上晨练 你还去吗 现在啊 我对什么都没兴趣 妈 您不能老一个人闷在家里啊 出去活动活动 结交一些朋友 再好的朋友 再好的朋友 也弥补不了 你爸爸去世的损失啊 你爸爸去世的损失啊 您不能这样 你这种精神状态 让我们怎么放心呢 不要管我 我都这把年纪了 好日子 好日子 也都过过了 我想想啊 你爸爸在那边 也很激 我还是早点过去 跟他做伴吧 您不能这么悲观呢 您现在就赶过去啊 爸爸一定会对你发火的 你信不信 不会的 你爸爸 想我还想不过来呢 那是过去 爸爸现在肯定希望你 好好地生活下去 因为爸爸 爸爸是一个处处为你着想的人呢 他处处为我着想 怎么就撒手不管了呢 难道这世界上 就没有让他留恋的东西吗 来 回来了 憋起来憋起来 我还看不见呢 这么晚了还要看文件呢 你这样身体要弄坏的 没办法 妈妈那儿总要人去照顾他 妈妈那儿 不是还有天华海华了吗 应该轮班 他们也应该静静孝道啊 我这个做大哥的 总不能向弟弟妹妹开口 去平分孝道吧 来 来 喝点热烫吧 谢谢你啊 早点睡吧 嗯 嗯 嗯 喂 你是海华 我是大哥 今天晚上能不能回去陪陪妈妈啊 什么 朋友过生日 我不管你什么朋友 你最好抽点时间回去陪陪妈妈 我这两天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呢 大哥 你没空就不要回去嘛 偶尔一次也没有关系的 再说 你也应该培养妈妈独立生活的能力哦 行行行 就这样了 嗯 进来 李处 昆山分公司来电话 说他们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 要商谈今年下半年的指标 谢谢 你去想办法帮我安排晚上七点半跟他们碰面 好吗 好 去吧 喂 喂 妈 我是耀华呀 啊 我今天晚上可能不过去了 不来没关系的 啊 来回跑也太累了 啊 再说 老跟妈这样的老人在一起 真是没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不不不不 妈 您千万别这么想啊 我今天的确是没时间 我还得赶到昆山去参加一个谈判会呢 那就不要把公家的事给耽误了 妈不要紧的 妈有什么要紧的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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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没别的意思啊 好 就这样 你路上当心啊 哎 再见 站不下宽 来 张呂 这个黄畅哥没有礼物的 当然有啦 为了给你买礼物 我穿梭在淮海路上 你看我的衣服都淋湿了 还没有灵透 灵透区间就更漂亮 好了好了 什么礼物啊 让我看看 要不要闭上眼睛 紧张提升的 意大利的皮肩 你是不是中了体育彩票 杨俊嘛 要用就用世界最顶级的东西 要不然就没品味了 还是你想着我 俊俊 俊俊 妈刚才忘了跟你说 祝你生日快乐了 生日快乐 我先走了 我走了 我刚刚没关门吗 谁知道 我过来 走了 states 借俊 妈妈今天晚上你给我洗澡好吧 爸爸每次给我洗澡 他都会骂我 还会打我呢 这么大的人了 好 妈妈给你洗澡 好 走了 我说你今天晚上 不要走了 别走了 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家里 还有点事要出来 你这是日理万机的 好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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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先生 你留着江许 是不是以为他还有利用价值 还没完啊 今天晚上的电视 没什么好看的 真没意思 就是 那你不知道 我一下是很早就睡觉的 那你就去睡觉吧 可今天 药华打电话给我 要我陪陪你的 你看 你什么时候 要在我们药华手下当差了 药华妈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娇气了 总叫孩子们担心 药华现在啊 是雇了这头 雇不了那头 你这个做妈妈的 也可体谅 也可体谅 体谅她呀 我怎么不体谅她们了 古话说的好啊 养儿防老 我又不是孤老 让我晚年气凉啊 我知道都是那个女人在作怪 要不我们家药华那么孝顺 她们早就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了 总归是不会花好月圆的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妈 亲爱婆 药华 你不是说今天晚上不回来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就是不放心 你看看 你看看 像小孩子一样的 药华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你可以回家休息了 这是我当家 我还没让她走 妈 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情就不能坐一会儿了 就坐一会儿吧 那好 你们谈吧 都坐一会儿 我回家睡觉了 阿婆 谢谢你 不谢 慢点走 总算走了 今天晚上我收了一大箩筐的哈欠 妈 今天晚饭吃得好吗 有什么好啊 这一个人吃饭呢 一点味道都没有 妈 你看 我们是不是给您请个保姆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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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家里住个陌生人哪 我可不习惯 你回来了 你今天又到你妈妈那儿去了吧 本来我想从昆山直接开车回来 后来想想还是不放心 到妈那儿去看看 你妈妈呀 也是太不体谅小贝了 都什么时候了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每个人都像打仗一样的 她还弄出那么多事情来 其实我妈也没什么 只是老来寂寞 希望有个人陪她说说话 要不这样 给她找个保姆 找一个有文化一点的 现在叫做感情陪伴 这样她就有人跟她说话了 说了 那她怎么说 她一句话就给回绝了 说家里面来了个陌生人 烦也烦死了 那她就不怕麻烦小贝啊 你这样敢来敢去的 我可心疼啊 要弄出毛病来的 谁让我是个家里的老大呢 老大 老大就可以做老黄牛啊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药华 你等一下起来 早饭热热再吃啊 哦 等一下再起来 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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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啊你今天 头疼 头疼啊 那要不要我打电话到你单位 今天休息一天啊 不要不要 我歇会儿就好了 那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那怎么 我来不及了 娜娜 你自己当心点 我先走了啊 当心点啊 都多 快跟爸爸再见 拜拜 再见 嗯 再见 喂 你是市医院急诊室 李药华 他爱着冯雪梅是我们单位的 怎么 你找他 喂 对 他在哪里 市医院急诊观察室 好好好 哎 哎 这里观察室在哪里啊 哦 观察室啊 往里面走 对对对在那里 对对对 一直往里走 谢谢 哎 快走 快走 急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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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华 你干什么 我先说他怎么了 心跳不正常 一分钟有150多跳 我跟你说 血压这么高 心跳这么快 随时都会有危险的 我们已经立即采取了抢救措施了 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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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不好 让你两头跑 得了这么重的病 等你出院以后 我们赶紧搬到你妈妈那去 啊 我一定给你妈妈搞好关系 啊 我不再让你受累了 不再让你两头跑 杨华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真的 放心吧 哦 各位 对不起对不起啊 对不起 刚才啊 我看到这个病人的血压这么高 但是他说 他从来没有高血压病史 对啊 我就对血压剂产生了怀疑 刚才我去测试了一下血压剂 果然是血压剂的毛病 所以实在对不起啊 啊 杨华 我看你真是瘦多了 我想啊 你的负担是太重了 以后就不要天天来看妈了 啊 妈 以后我们可以搬回来跟你一块住了 真的 真的 你那个女人同意了 哦 是她亲口跟我说的 我们随时都可以搬回来的 其实啊 我也不是想你们搬回来住 到时候家里谁说了算 那就不知道了 现在的媳妇啊 一个个都是霹雳娇娃 能文能武 还能把我们这种老不死的 放在眼里啊 妈 放心 我们搬回来以后 一定会孝顺您老人家的 您也要让我们小辈好做人啊 我们兄妹几个都不回来陪你一块住 那外人会说我们眼里没有父母的 妈 妈 求你了 好 你已经说到这一层了 我还有什么话好说 来 你们不知道啊 这个房子啊 是我花了很多心血弄成的 哎呀 这些材料啊 你看 就建筑材料公司 我是跑的腿都抽筋了 你看 这大理石啊 涂料啊 哎呦 这灯具啊 多少东西呦 今天呢 说这房子要租出去 心里头真是滋味 那么李太太 你到底是想租呢还是不想租呢 按我的心思嘛 这新房子总要搬进来住住吧 尝尝味道 那您的意思 那我们 你们 当然是把房子租给你们了 我呀也是嘴巴里讲几句 要不然 为什么要带着你们来看房子